哈囉大家好我是十六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黑金爐跟IH爐 因為很多人在購買的時候 都會有這些疑問 他們兩個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那我今天不想要用一個很科學 或是太多的加熱原理來分享 我今天想要直接 實際的操作 然後提供一些經驗 然後分享給你們這樣會更直接 然後更單純一點 然後我們剛好家裡有兩台IH爐 就是分別不同的品牌 是Amica跟Panasonic 那另外一台就是一個電磁爐 它是黑金爐是菲利普的 然後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IH爐跟黑金爐 它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他們兩個的表面溫度差很多 它其實非常的好用 因為它完全不挑鍋子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機器上就有一個標示 很清楚告訴你說爐面溫度 很高的時候不要觸摸它 因為你會很容易燙傷 那我直接來實作給大家看說 他們加熱之後 比如說加熱了五分鐘 他們的表面溫度到達多少 現在加熱大概是一分鐘左右 黑金爐的表面溫度已經來到了 200度 一百六到兩百度之間 越中心的話溫度越高 那我們看一下 IH爐 IH爐的中心點大概是五六十度左右 然後越旁邊就是 越低溫 大概三十幾到六十幾左右 然後它沒有紅紅的那個亮亮的 有看到嗎 它只有紅一圈 可是我給大家這樣比對 你們就可以看得到差別 有沒有 這兩鍋是幾乎是同時進行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現在是 它是倒數 它是三分鐘左右 然後它是兩分半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加熱速度 現在大概是五十六五十七左右 然後這邊的話是七十二七十三左右 加熱速度是有稍微有差的 放的水是差不多 但是因為我家只有這個電磁爐可以給大家測 但是如果你今天買的是那種 像這種家用式卡路式的黑金爐 它也許功率不一樣 可能加熱速度上會有差別 今天我們不討論功率的部分 因為即便是IH爐 每一台的功率它的加熱速度都不一樣 然後火力也不同 今天主要是分享就是 IH爐跟黑金爐到底有什麼差別 然後提供給大家參考 現在兩個幾乎都是冒煙的狀態 水面都已經來到了七八十 這邊是九十幾度 那黑金爐的表面溫度現在是三百八十九 快四百度 你覺得我有可能把手放下去嗎 不可能嗎 一定肯定超級燙傷的 那IH爐的部分給大家看 八十二八十七 然後旁邊三九 你知道我是可以這樣子的嗎 如果除非你手這樣上去當然很燙 但是你這樣子你不小心回到 你是OK的 八十度 有 對 旁邊是五十度六十度 這已經是很大的差別了 大家會想說誰會把手放上去對不對 但是我們有時候在做菜的時候 真的會不小心手放在爐子上 或是你家裡有小朋友 欸媽媽我來找你 靠 它就放上去了 就燙傷了 這是有可能的 那黑金爐我平常的使用方式是 我們家吃火鍋 就是鍋子放在上面 然後它移動來移動去 就是你不是很常使用它的情況下 我覺得OK 如果你是平常做菜 有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稍微比較危險一些些 我們這個的面板啊 它真的就會有很多的警示欲 就是這邊有一個貼紙 然後這邊還有告訴你說 注意爐面高溫 就是因為它是幾百度的高溫 非常的燙 所以要小心 黑金爐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完全的不挑鍋 它不鏽鋼鐵鍋 或是這種不沾鍋 它通通都可以用 就是你買鍋子不需要考慮太多 那IH爐我們家Panasonic 它真的很挑鍋 超級無敵挑鍋 那我之前已經拍了很多 它的鍋具相關問題 然後也找了很多它試用的鍋子 但目前我使用來說 我還是蠻喜歡的 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 我測試一下 現在目前 我已經把鍋子拿開了 然後 它現在表面溫度 還是在270左右 大家很常會 應該很多 媽媽煮完菜的習慣 就是我要清理這個鍋子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 放上去 然後它是會 滋滋滋滋滋滋滋的 就是你要等它冷 才可以清啦 然後我曾經就是呢 有一些那個蘑菇的纖維 就直接 弄在這個上面 因為它很燙嘛 然後它就直接 然後黏在上面 對 就黏在上面了 對 那如果你鍋子冷了 你又覺得不太好清理 比如說 番茄醬的醬汁 然後呢 你等乾掉了 冷掉了 再清理就不好清 一定要熱熱的才好清啊 對 然後這個爐子 你完全不用管它 你就這樣清就好了 無所謂的 還有就是 黑金爐的問題是 它表面上 就是會有一些 不曉得是水痕 還是 什麼髒污 它就是永遠會有 一點一點 或是白白的灰灰的 你就是怎麼樣都沒有辦法恢復到 新的樣子 Panasonic的部分 這一台H爐 它的表面啊 是不會有水痕的 我不知道黑色會不會這樣 但是白色的話 是完全不會 然後它如果有髒污的話 你用那個小蘇打 或是有 那種爐子的橡皮擦 一擦就擦掉了 就是它久了 會上面有一點點黃黃 是正常的 像我有一塊 就是專屬用的橡皮擦 就是 可以直接擦 你剛剛有拍到黃黃的嗎 因為它其實很 鏡頭有時候很不明顯 但是 眼睛看的話 會看得出來 即便你現在慢慢讓它冷卻 我們大概停留了兩三分鐘有吧 它還是表面溫度有到達160這麼高喔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爐子放在那邊 然後不小心不知道的人 它回過去 就受傷了 它就是髒啊 它這樣不是髒是什麼 這已經擦乾淨了 它應該是會有痕跡啊 還在冒煙耶 你有看到嗎 沒有 喔有我看到了 有擦掉嗎 有擦掉嗎 沒有啊 對啊擦掉欸 這台雖然就是有一些 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跟艾淑爐有比較 可是我覺得它還是蠻好用的 就是我真的還蠻常拿來吃火鍋 然後它這個面板上面 可以調活力跟倒數計時 我覺得是方便的 但是你使用它 你就是要注意表面高溫 等一下我也會來測試一下 阿米卡的艾淑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覺得它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面板的材質問題還是怎麼樣 因為像白色的Panasonic 它就不會有水盒嘛 可是阿米卡的話 它就是我這台已經幾乎是沒在用喔 就是真的是拍片測試給大家看才有用它 不然平常是沒有用它來組的 好 現在有兩個問題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因為已經擦乾淨了 它還是有 然後這個是刮痕 很明顯 就不知道為什麼怎麼刮到的 但是看它說我其實怎麼錄啊 我都沒有刮痕 它現在我們還沒有加熱 然後我來用橡皮擦擦看它到底能不能清 好像可以 有啦 有啦 有清掉 像這樣清的掉的話 我就覺得那還可以 可是很麻煩的是 你就是要常常清它 你看了就是不順眼 你就覺得它怎麼不乾淨 就是如果大家有買Panasonic的跟我一樣的機器 然後如果是黑色 我就希望你們分享給我說 它會不會有水痕呢 還是真的是因為表面材質的問題 它不容易上面有殘留髒物或什麼的 就是歡迎留言 好我們就來測一下阿米卡 現在加熱一分多鐘 我們來看一下爐子的表面溫度 五十幾到六十左右 OK 所以手這樣摸也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時間來到四分半左右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表面溫度 是七八十度 八十五度左右 八十五度左右 就是但是還是OK 因為它不是那種真的很燙 所以你這樣子拍它是OK的 由此可見 愛舉爐在加熱之後 它的爐子表面溫度其實是比黑金爐還要低的 黑金爐的好處就是完全不調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習慣 或是自家的狀況來決定你到底要選哪一個爐子 那以上影片就分享給大家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追蹤IG 我們自己有一個團購的LINE群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要知道團購訊息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謝謝大家下次見掰掰 拜拜